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 一个同学把他的铅笔盒弄坏了 弄坏之后这个小孩子很生气 边上的小孩子就哭了 这小孩子想 我告诉老师 老师要骂他 他会更难过 我就不哭了 对不对啊 想一想就算了 不告诉 结果小孩子回到家里 老师表扬他 他想回来告诉他 他爸爸一回家呢 就把公文包包上包的一针 很不开心 爸爸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要烦我去玩去 爸爸我今天受到老师表扬了 老师表扬你什么 老师说了 我今天没有把小孩子的铅笔盒弄坏 告诉老师 老师说我很有善心 得到表扬 叫班级同学都向我学习 他爸爸一听之后 才想起自己的事情 因为他爸爸 公司里的老板叫他写一个报告 他写了一个一天 晚上写完之后 被一个同事不当心 水全部撒了 他气得不得了 重写的话 至少一个晚上 回到家 他心想 我如果告诉老板的话 老板明天就把他开除了 那个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说 合同工 结果 他听了儿子说的这个故事之后 他自己想一想 我们应该有爱心 晚上不睡觉 把整个报告又写好 第二天跑到公司区的门口 见到了那个人 拿着一部非常忧伤的眼睛 看着他 就是等待他去跟老板 不跟老板讲 结果他说 你不要担心 昨天晚上 我又重新写了一篇 那个人很开心 结果这件事情 后来被老板知道 老板说 公司就是要需要 像你这种有爱心的人 我们正好缺少一个不经理的职位 就是你的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就是要有爱心 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 靠的是众生 我们一个人能够成为 任何一个成功者 都是大家的帮助 我们今天能够学佛 就是因为菩萨的帮助 但是不要忘记 你们就是菩萨 因为菩萨说过 众生成传了佛 佛又成传了众生 众生就是佛 没有开悟的众生 就是未来佛 而开悟的众生 他就是佛 好 感谢观看